大家好,欢迎来到月遇娱乐,任达花,这位港圈老牌男神,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,早已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金像掌影帝的荣誉,更是对他演艺生涯的肯定,无论是港圈船是内地,他都备受认可,成为一代飞骨,时光阴染,如今任达花已步入69岁的高龄,但他依旧保持着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,去年一整年,他拍摄了六部电影, 而今年也有六部作品即将与观众延绵,这样的高产量,足以证明他的竞业精神和艺术追求,然而,尽管任达花的作品数量众多,但质量却不准如人意,去年他怨振与主演的,破箭,票房惨淡,口碑也不佳,在某平台上,这部电影的评分只有3.3分,愿未踏到及格线,网友们纷纷表示失望,认为这部电影只是国家加水平的作品, 回顾任达花的演艺生涯,他曾经历过事业的低谷期,演歌和性恋角色,甚至被逼拍摄凤月片,但自充于妻子奇奇列婚后,他的事业开始转云,仍来了足于自己的江湖时代,他的哥哥在景处的成就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机缺和资源, 然而,尽管任达花在娱乐圈中取得了不足的成绩,但他拼不满足于此,他心知自己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,离不开妻子和女人的支持和陪伴,任达花对妻子奇奇的宠爱可谓无微不至,两人相识于微时,当时奇奇是一名超模,比任达花小十二岁,但任达花对奇奇一言钟情,拼展开追求, 最终,两人的感情得到了昇华,走进了婚姻的殿堂,为了让妻子过上更好的生活,任达花努力拼搏,不近在演艺圈取得了成功,船绩极投资房产,为家庭积累了丰厚的财富,任达花对女人的痛爱更是日于言表,他心知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债任重大,因此一直在为女人的未来打拼,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,为女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,如今,任达花 任达花的女艺任情皆已长大成人,不近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,船绩演出了自己的独特魅力,任达花对女人的期望很高,他希望女人能够成为一个有才华,有品德的人,在漫长的演艺生涯中,任达花塑造了苦多经典角色,无论是黑帮大佬船是警察,他都能将角色演绎得临尼准致,其中,他在警匪骗,大追捕,中饰演的警察角色,以其坚定的正义感和敏弱, 的洞察力,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预,他成功地展现了一个警察在复杂案情中的坚韻与智慧,让人为之动容,除此之外,任达华船在电影《岁月神偷》,中扮演了一位心爱家庭的父亲,他通过世漏的表演,将角色立心的赞扎如痛苦展现得临尼准致,让观众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与力量,这部电影不近让任达花获得了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, 最佳男主角掌,更让他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此外,任达华船在多部影片中担任了监制的重要角色,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敏裔的洞察力,为影片的制作提供了宝贵的以燃和建议,在电影《零号追杀》中,任达花不近担任了监制,船趁自出演了主角华叔,他通过征战的演技,将华叔这个角色索造得立体而生动,让观众为之聊到, 在电影《杀破狼仪》中,任达花饰演了一名经验丰富的警察,他冷静,果断,对犯罪分子毫不留情,他与其他演运的精彩对手戏,为影片增添了不少紧张刺激的氛围,也让观众看到了他出色的演技和专业的表演态度。 此外,在电视剧《澳门人家》中,任达花饰演了一个具有深厚家族背景的角色,他通过细流的演技,将角色的纳心世界展现得临离准致,让观众感受到了角色在家族与事业之间的狗烈与赞扎。 这部电视剧不仅让任达花获得了第三十届中国电视金银奖,最佳蓝演运奖,更让他成为了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香港演运,除此之外,任他华船在一些作品中挑战了不同类型的角色,他可以是古装剧中的英勇将军,也可以是现代剧中的成功商人,每一个角色都有着他独特的魅力和深度,他通过不断地挑战自我,尝试新的角色类型,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的角色, 惊喜和感动,任达花在演艺事业中的出色表现,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敬,更让他成为了娱乐圈中的全奇人物,他的才华和努力,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角色,让我们在欣赏他演技的同时,也感受到了他对艺术的热爱与追求,尽管任达花在娱乐圈中取得了不足的成绩和财富,但他并不追求名利和虚荣,他深知家庭的重要性,因此始终把家人放在 第一位,他的努力和拼搏,都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,这样的任达花,无疑是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,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佩,任达花作为一位备受尊敬的演运,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专业的表演态度,在演艺事业上获得了众多荣誉和奖行, 他在电影领域的成就尤为显著,凭借电影《芳心假期》,他提名了第38届台环电影金马奖的《最佳男配角奖》,这充分证明了他的演技得到了业界的认可,而在动作剧情片《PTU》中的出色表现,更是让他提名了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《最佳男主角奖》,以及第40届台环电影金马奖的《最佳男主角奖》, 拼最终为得了第九届香港电影金马奖的《最佳男主角奖》,这无疑是对他演技的极大肯定,此外,他在剧情片《岁月神偷》中的征赞表演也赢得了广泛赞预,凭借该片他荣获了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《最佳男主角奖》,这部作品不禁让观众看到了他心后的演技功底,更让他成为了香港电影界的一伙摧残明星,在电视剧领域,任达花同样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他凭借电视剧《破冰行动》,获得了第十届澳门国际电视节的《最佳男配角奖》,而在《澳门人家》中的出色表现,更是让他斩获了第30届中国电视金英奖的《最佳男演运奖》,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《中国香港演运》,这一荣誉不近代表了他在电视剧领域的卓越成就,也将显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全面实力,除了以上提到的奖项,任达花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他凭借电视剧《破冰行动》 任达花旋凭借其他多部作品获得了多个奖项的提名和获奖,他的演技和影响力在业界和观众中都有着极高的评价,总的来说,任达花凭借其卓越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,在演艺事业上获得了众多荣誉和奖项,这些奖项不近是对他过去努力的肯定,更是对他未来演艺事业的鼓励和期待,我们期待着他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, 继续在演艺道路上创造更多的辉煌,任达花的人品可谓出类拔萃,他在演艺界以及生活中都展现出了高尚的品质和优秀的个人修养,他敬业且专业,对每一个角色都投入了吸大的热情与专注,无论是在大银幕上旋视小型平前,他都用心诠释每一个角色,将角色演绎得临离准致,这种对艺术的敬畏和对职业的热爱,让人深感敬佩,在生活中,任达花则是一个 低调的人,他始终保持着一货平常心,对待工作,对待生活都充满了热情和真诚,他尊重他人,善于倾听,如人为善,赢得了众多同行和观众的喜爱与尊敬,此外,任达花旋非常注重家庭观念,对家人充满了关爱与客户,他深知家庭的重要性,因此始终将家庭放在第一位,用自己的行动全息着家庭的债任与担当,总之,任达花不处, 不近是一位优秀的演运,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,他的人品如伪得拼传,成为了演艺界的一股清流,他的故事与品质,无疑将激励着更多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,追求足于自己的梦想如辉和,在未来的日子里,我们期待任达花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,同时,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保持对家庭和事业的热爱和执着,继续书写足于他的全其人生, 感谢观看